我們這個月的新品非常的豐富 一樣結合我們第一代的特售 幾件的風格 哈囉大家好,我是Kauli 2023年很快就到12月了 年底有很多好朋友的聚會 所以這陣子我的出片頻率比較沒有這麼穩定 請大家多見諒 那今天這影片是Kauli的12月新品 那我們這個月的新品非常的豐富 有大家期待已久的雙面砧板組 還有我們的刀具組 非常實用的購物推車 以及購物推車用的箱形保冷帶 趕緊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們這次的新品 好好切雙面砧板這次 升級成另外一種材質 結合了矽膠跟塑膠優點 那很多人聽到塑膠可能會有點害怕 他切的會不會有屑屑 相反的他反而是比較不會留下刀痕 保護我們的刀具 所以呢他跟我們的刀具就是一對 Couple 非常適合的情侶 然後因為我們的刀具是用非常好的德國鋼 待會再跟大家介紹 他的優點就是比較不會留下刀痕 那我們第一代砧板有些人反應 切菜聲比較大聲 那我之前是沒有發現後來就是有人提到之後 我就開始注意 然後加上我現在就是拍影片的時候都會用麥克風 所以麥克風收音就會比較大聲跟尖銳 我們有試過原木的 然後也有試過其他材質 因為其他材質可能都沒有這種理想 像原木的就一定會發霉 如果是塑膠材質就是會有屑屑大家擔心的 因此我們找到這種材質 他就是結合了我想要設定的 他切菜聲音比較小聲 然後可以激洗 當然安全啊 耐熱啊 抗菌啊 這都是基本的設定 那卡伊出品的東西一定會送檢 然後通過檢驗之後我們才會推出上市 一樣結合我們第一代的特色 我們這邊有做 所以使用上我們就比較不會搞混 然後一樣我們有一個圓形的掛鉤 他掛的時候可以置中 就不會彎彎斜斜的 那你說他會不會有點繁華 其實這種材質本來就有一點點 矽膠的特性 所以他本身不會像木頭的 或者是像塑膠的這麼滑 他還是有一點點基本的繁華 而且他整個是比較柔軟 他可以服貼在你的桌面上 所以在切的時候呢 他除了比較小聲之外也比較安全 剛剛有提到他是結合了矽膠跟塑膠的優點 那矽膠的通病通常大家知道就是會流味道啊 跟染色 那這個材質呢恰恰相反 他比較不容易留味道跟染色 而且我覺得可以當作我們升級優化的 非常好的材質選擇 所以我們在切碗菜的時候 可以這樣彎曲倒入鍋中 這個都有做一點厚度 所以拿起來會比較有質感 雙面都有做溝槽 所以在切菜的時候如果有湯汁的話 他就不會溢的到處都是 第一代的升級版 然後改良了第一代大家有提到的缺點 所以我們終於 終於 經過了一年吧 那是去年9月的時候上第一代砧板 然後現在今年12月 才又順利的開發第二 就中間真的經過很多的試用啊 然後 改模具啊等等的 那最重要的是這是我們台灣製造的 所以大家可以支持一下 一樣會有著鳥的優惠 都是現貨上市 砧板還是屬於一種消耗品 所以如果真的很舊啊 然後或是看狀況 大家還是要定期的更換喔 好 像第一代的砧板 他那種材質其實很多品牌都有做 大家可能會覺得有點大同小異 但如果是這種材質 那他可以做比較漂亮的顏色 然後我們就選了一個我們的品牌色 然後所以這顏色他其實也蠻耐髒的 然後會很耐看 再給大家看一下 一樣有伸手十字樣 大家切菜的時候比較不怕搞混 那我自己是兩個這樣換著 反正他可以丟洗完機 我就 這樣拿起來有點恐怖耶 好再來就是我們的刀具組 那這刀具呢 大家如果有長期在收看我的影片 應該不陌生 就是我們在開發刀具真的好長一段時間 想說這種不鏽鋼原色 就是好多品牌都要做 那如果我們要做是要做特別的顏色 所以那時候我就跟團隊講 我要玫瑰金的顏色 玫瑰金雖然漂亮 新鮮的很漂亮 但是我們在用的時候都會隨喜嘛 那上面都會有一些痕跡 就覺得 它變得有點像古銅色 就沒那麼漂亮 那我比較擔心的 就是這個顏色會被吸酒會退色 後來吸酒之後還是發現它會慢慢的退色 最後還是會變成不鏽鋼色 那與其這樣子呢 我們不如一開始就直接做不鏽鋼的原色 而且這刀型是我很喜歡的那種比較極簡的風格 我們的好好切刀具組合呢 會有一把切菜切肉用的山德刀 然後一把切熟食用的水果刀 還有一把非常好用的料理剪刀 一開始我在選材料刀具是一個可以用很久的 所以我就說我要用最好的材質 然後這個我們是用德國進口的德國鋼 德國鋼的優點就是 除了材質要好呢 我還設定它要一體成型 比較有接縫 然後拿起來不能太重 因為我媽媽的手在切東西 長期用的話不能太重 然後所以這非常好清潔 它也不會容易常用納購 這個我們經過多道的程序去開封的 所以它非常鋒利唷 大家收到的時候要小心使用 水果刀做的比較輕薄一點 所以這個在切水果的時候很好用 後來用習慣我們家的水果刀 在回去婆家或娘家的時候用其他的水果刀 就反而沒有這麼習慣 因為這個很薄 所以在切水果的時候就很好切 你們一定要用過才知道我在講什麼 剪刀組是做奶茶色的 家常的刀柄一下就整個切下去 不用這樣開合開合剪很久 再來呢我們女生手比較小 所以它這個就是比較符合我們女生的手型 然後剪久了比較不會累 這邊有做這個 這可以剪核桃 像秋天的季吉它可以剪螃蟹殼 那我們刀具呢可以剪雞骨頭螃蟹海鮮等等的 那我也常常把它拿來剪肉啊剪菜啊 就真的非常好用 這個組合呢是我搭配過 因為我覺得最常用最實用的 所以這一組買回去你就夠用 可以讓你們用很久 我這樣子介紹我們家的新品 會不會太過於隨意 要想要怎麼做 OK 我們家卡儀推車最大的特色呢 就是自帶一個輕便的桌板 自帶應該是自中的 如果你收到的時候 它可能收包裝它可能偏了一下 那自帶其實就是要去牽動這個桌面 然後可以穩定一點 所以如果大家有收到的話 這個自帶記得幫我自中一下 像是去露營 有時候我們卸下裝備的時候 很多東西不想要落地 或是來不及展開你的料理桌 有自帶桌板就很方便 那打開來就是一秒鐘的事情 就這樣打開 你也不用去組裝什麼東西 就很方便 沒有在露營的人去野餐 放在家裡當小朋友的玩具箱 一個玩具桌 它都非常好用 這個桌面哪裡重10公斤 當然它不能放太重的東西 你也不要去硬壓 也不要去重壓什麼的 就是正常使用 放一些比如說水杯啊 平板啊等等的 小朋友在上面玩玩具啊畫畫 這些都還可以 但是就是不要去做啊壓啊 稍微判斷一下 沒辦法承受的重量 大家就不要去放了 那我們家的桌板是 上仙式的自帶收納 所以隱藏在這裡 這樣打開來 所以這個它其實也可以買兩組 它就變成一個延伸的大桌子 甚至去露營的時候 你就可以不用帶桌子 像很多人其實露到最後 都會變輕裝露營 就不想帶那麼多東西 簡單就好 像這個就可以取代你的桌子 然後裡面還可以放裝備 什麼都可以丟這裡面 裡面是耐重30公斤 45公升的容量 四個輪胎都有煞車 而且同一色系 輪胎跟我們的車體 都是同一個色系 就比較中性極件 它目前就有一個顏色 之後我們還會再推出其他顏色 再投票一下想要什麼顏色 那首先我們第一個推出 就是我們的品牌色系 拉桿 從這邊拉它了好幾段 然後是做霧面的 霧面的會比較有質感 整個輪胎是做靜音輪 很安靜 可以平著拉 像我這個都放到後車廂 有時候買菜回來什麼的 就可以東西往裡面丟 不會提著大包小包那麼重 如果有在買菜的人 就知道這種推車真的很好用 因為它可以折疊收納 這邊有個卡榫 你展開的時候 這邊卡榫記得把它拉起來 它的左右就會比較固定一點 那你要收的時候 就把這個卡榫打開 裡面有一個桌板提起來 這樣然後折疊 可以這樣扣住 它就不會隨便打開 然後這邊也是扣住 所以收起來這邊只有10公分寬 完全不會佔空間 焦嗎 開箱 爬 再和大家说明一下 一般这种推车 市面上大部分品牌都没有做维修保固 所以大家收到的时候 要赶快检查商品有没有问题 有问题的话赶紧联络我们客服帮忙协助换货 那这种材质都会有分模线 类似像这样子的凸点 然后像这种都是正常的 我们也在官网上面有放一些小图示 所以产品制成这种都会有的分模线 所以大家收到的话就不用担心 都可以正常使用 关于推车有其他问题 大家在留言问我 这个弄脏怎么办呢 直接可以用水冲 就是如果这里面有脏的话 就稍微水冲冲 然后轮胎也是就稍微水冲一下 这个拉杆是这样子的 多拉几次它就会比较顺 这个它不会坐太紧 所以会有点摇晃也是正常的 因为它不可能坐太紧 因为它在那里推的嘛 而且它留一点缝隙 它有办法这样伸锁 在IG给大家看 我们原本是做黑色字体 后来觉得白色字体还是比较好看 所以我们这个logo是做白色字体 箱形保冷购物袋 是可以搭配我们的购物推车 你可以把它放在推车上面使用 也可以把它放在车内使用 它就升级变成一个保冷购物推车 我们的保冷带呢 跟我们其他的便当带啊 购物袋是同一个色系的 然后里面一样是做没有接缝的保冷材 这拉链的话是做双拉链的 所以两边都可以拉来拉去的 去露营的时候它当然装备袋也非常好用 是没有缝隙的 所以它可以直接水冲 或者是用湿的抹布擦 但这种保冷材它还是会有点异味 就是你说到的时候它可能味道会有一个 塑胶的味道吧 然后就会亮个几下 或是用抹布擦一下 东西比较多你就可以放在上面 它就变成二楼 你就可以载的更多 而且后面有做支带固定 所以它拉起来比较稳定 然后东西比较不容易翻覆 今天是周二又是一个完整的工作日 早上送小孩去上课之后呢 我就先整理厨房吧 洗碗机里面碗拿出来 再放新的碗进去洗 原本想要顺便拖一下地板 突然间发现今天是礼拜二 我有一个稿子要交 然后赶紧又去做这些事情 那原本今天是想要去 传统市场买菜之后就来不及 蔬菜也没了 所以我今天必须去采买 不 fitting 所以它了 优优比 DoRe 卖 restored 前半航车 从老了 死阿 梨 死奖 字牛 文 文 我回来了 顺便买了一些家庭用品 因为推来推去的 这个固定起来会比较方便 这样子拿起来 其他这边比较重的垫底的 就是鲜奶之类的 我们的磨刀器是比较简便的 是在IKEA买的 临时想要磨刀的时候 也可以拿一个磁器 后面这边比较粗的地方 斜斜的这样子 这声音有点恐怖 等下关静音 这样子可以简单的磨刀 定期磨刀之后 真的差很多 我刚刚切肉的感觉就觉得差很多 我今天生理期我想要 来喝一个凤梨苦瓜鸡 因为今天有买到苦瓜 然后之前有买一个凤梨的罐头 那凤梨罐头不是甜的那一种 是专门拿来做汤的凤梨罐头 然后打开的方式可以用刀背敲两下 这一瓶我是在全联买的 砧板之类的 我是都直接丢洗碗机 那如果你没有洗碗机 觉得比较油的时候 可以用热水烫 或是小苏打粉洗 都可以 那我们这个耐高温到100度 所以你可以用滚水消毒 这个我们白色的薄膜要刮掉 因为那个会比较苦一点 虽然吃苦瓜就是为了要吃 它那个干苦的味道 但是刮掉的话口感会比较好一点 这个鸡肉我们自己要吃的就处理干净一点 像旁边都会有一些血管啊 还有一些脂肪 我都会把它剪掉 我想要用这种现成的香蒜蜜汁排骨酱 一等会比较好 一等会比较好 就是很容易做的 那么要观似的 就是整理发的 ч也看他们有的 材料 因此 好 二等会 太大了 小本 這邊還有剩下一些玉米 然後想說就炒兩顆蛋 通常我會先煎蛋 蛋作為第一道 我這個從搬家用到現在已經 7月底 8、9、10、11 12月初 接近5個月 你會發現如果是煎蛋的話會有一點點黏 不過是很好把它摻起來的 久了它的不沾效果都會有一點消耗是正常的 我們再沾 加玉米 加一點點的鹽巴調味就好 加一點黑胡椒 起鍋 好 你會發現溫度太高 反而是會讓鍋子變黏喔 所以 你看我剛剛已經炒過第二道 它溫度很高了 趕快把它轉小火 如果你還是一路同樣火源 它會一直燒一直燒 然後變成燒焦 然後黏鍋 轉小火 其實比較省人緣喔 這樣下去 其實這樣子就可以很優雅的做菜 你不用很著急 因為如果你 一路開大火 你也很怕東西燒焦 然後裡面沒有熟 這時候我們就可以去外面看一下 烤箱 覺得要上下攪換一下 有沒有烤得超級漂亮的 加鹽巴調味 蓋鍋蓋 讓它燜一下 然後像這種燜的時間 就可以去收拾一下廚房 這樣子我們煮好之後 廚房也收得差不多了 跟煮混合 最後讓它們準備好 乾脆 大火 倒入 看到 現在 fällt經過 中間不知道有沒有熟,我們用剪的 那一盤我會把它拿出來 沒有別的啊? 蛤? 沒有肉啊? 有啊這邊啊 要烤,烤雞排 中間有點沒熟 好啊,以後蛋可以不要用小塊 喔,那用湯匙啊 好啊,如果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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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肉 好啊 好啊,以後蛋可以不要用小塊 好啊 好啊 今天準備好 炒雞 好啊 marked